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 《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安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节我们讲讲一个新的主意 很多主意 在美国 以前就有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当然 就是由第45任 美国总统Donald Trump和他所秉持的 支持者 密切 相关的一些意识形态 以及 政治风格 政治运动 还有 一些机制 特朗普主义的支持者 就叫做特朗普主义者 特朗普主义的确切含义 其实 是没有的 没有一条definition 而且 是 解释也挺广泛的 其实就是从这个 极右派的政治观点 为基确 我觉得 是夹杂着 民粹主义 和 新民族主义 甚至 是有法西斯主义 亦有 移民限制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孤立主义 和反对福利改革主义 一起加在一起 其实就是 广泛的 广泛的好东西 是的 也是很说的 右翼思想 甚至可以说是极右翼思想 还有一个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这些不是那么好的右翼 排外的东西 就构成了特朗普主义 因为也没有人说得出一个正确 或者叫官方的说法 所以 民粹 极右 排外 就是我总结的特朗普主义的特征 当然 现在 美国的媒体 亦都说 特朗普主义走了 我们就有一个主义 就叫拜登主义 尤其是 在 结束阿富汗20年战争 局面之后 拜登主义就抬头 拜登主义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一种外交政策 是怎样 避免无忧止 战争和帮别人国家建设的 这些 策略 他说得真的很应棍 因为 无忧止战争 在阿富汗打了20年 亦都投入了很多钱 打算帮阿富汗建设 亦都帮他 重组他的 前民选政府 我只可以说前政府 现在没有了 连那个 一定会死守阿富汗那位副总统 后来自称是代理总统 那位仁兄 沙雷 他也离开了 撇了 撇了 战斗到最后一分一秒结果 他就去了塔吉克斯坦 最新的消息就显示 所以 这班前政府的高官 都是浪费 另外 拜登主义 亦都 会和联盟 一起反对 新兴大国的 一些 权威 其实新兴大国 他当然是指中国 我们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上星期二就开始 定义他这个信条 他宣布 极速 撤军 其实 极速也好 慢速也好 其实我觉得是极速的 总之8月31号 之前就走了 他亦都说 我们 是要 结束 重塑其他国家 重大军事行动的时代 我们不会再 重新 索造其他国家的 重大军事行动 这个时代 结束了 即是刚才说的 拜登主义就是 不会再 投入无忧子的战争 你们自己搞 就说会通过外交 和针对 军事的一些 反空能力 以及 必要的 武力 来保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 是更加好的方法 但是 何为之必要的武力呢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但是 看到了 看到 一样东西就是 战争结束之后 是有点 暖局的 亦都暴露了拜登政策当中的一些局限 这个政策 就是呼吁 恢复保护人权 和促进民主 但是前提 是要和美国目标一致的盟友 总统 从阿富汗 撤军的做法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他认为 在当地令到更加多的美国人冒险 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其实是对的 虽然很多人不断共和党 当然是柴举台 但是你不要忘记是特朗普签的 是 是 我们很公平的 是特朗普签的 根据 奥巴马政府 国防部 前副部长 他 就是 弗洛洛伊 他也说 在某种程度上 拜登 似乎在采用一种新的标准 就是 如果我们 不将我们的小孩送去 战场参战 这样作为美国总统 就不应该 要求其他人将他们的小孩送去 对啊 他指我们的小孩 即是指美国高官 他就说 坦率地说 这是我们应该期望每一位总统采用的标准 我反而觉得是合理 不要别人的孩子 瓜不圆 嗯 如果你要别人的孩子 瓜不圆 拜托你自己的孩子也要上去 这个也是我们 罵那些 叫做 正军 对啊正军 整天叫 升级 上前线 你有没有 现在拜登的 儿子当然上前线 很多事情发生 有些什么糾纷 什么糾纷 这样 又被郭文贵做了一些所谓的 内部的一些 秘密东西 但是没有了 当然 他也承认自己做过坏事 很多片 对啊 他说我已经改过了 这个不要紧 还有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 现在 重要的 拜登就是想区分 他的盟友究竟怎样呢 是继续帮他 还是不帮他 而且 对于其他国家的建设 拜登好像也没什么兴趣 嗯 因为浪费很多钱 如果你给 阿富汗前政府搞就麻烦了 给了两万多亿好像什么都没有 对吧 嗯 所以呢 现在拜登 对大力地建设其他国家 没有兴趣 打仗更加没有兴趣 只会在必要时 用 必要的武力保护美国的 安全 和公民的安全 我认为 他 现在正是 想保护美国 安全和 想搞好美国的事 和结合盟友去对抗中国 没错 拜登主义另外 一个核心 就是认为 中国是 美国至关重要的 竞争对手 俄罗斯 就严重一点 就是破坏者 伊朗 和朝鲜 就是核抗散国 网络威胁 是不断演变的威胁 而恐怖主义 就远远不单止 阿富汗有的 白宫的官员 也向纽约时报说 其实 在白宫 很多问题 举行的会议上 当然 这些问题 当然解决不了 在那些会议 拜登也说 我们要以强而有力的军事姿态 支持 美国的外交想法 他就希望 清楚地 被伊朗看到 美国 是有能力 不过 暂时 就不会动 其实是对的 因为 利害的人 不用整天 说 哭哭哭哭 是不是 就可以震慑到你了 上个星期 拜登和以色列总理 贝奈特 的会晤当中也说 如果外交手段 没办法压制伊朗的野心 他会准备转向其他选择 可能有 一些制裁 是这样 但只有 在对手相信 他会坚持到底的情况下 这些威胁 才可以照顾 其实我想 整个西方都想不到 塔利班可以 这么久 而且可以反撲 拜登 曾经下令在敘利亚 对伊朗支持 的一些 十业派 民兵进行 军事打击 这些民兵 曾经向美国 在伊拉克的军队 开个爆炸 最近 这个呼罗山 也承认了 赫布尔机场的 波罗事件 是他们做的 拜登 马上下令 在阿富汗 要打击 枯罗山 这个极端组织 但是 这些 打击 是对非国家的 一些报复 他也不会 好像 阿富汗 对整个国家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都是局部对某些人士 对准来打击 其实也对 什么都 全部去的 难一点 所以我都说 最后美国 可能都会跟塔利班合作 因为 现在 塔利班 潘洁 希尔省 当然 当然 小马苏德 这个 反抗阵线的领导人 他就说 没事 我已经躲起了 但是 我觉得 就算他说 现在未被生琴 或者未投降 或者正在谈判当中 但是 这个 受不了很久 对了 判杰希尔省受不了多久 是 老实说 都是塔利班的狼中之物 是 所以 美国最后 可能也是要 跟塔利班合作 一起去打击呼罗山 这些极端组织 当然 这些极端组织 亦都觉得 你塔利班居然跟美国合作 够均和 我搞你了 其实 美国总统明确 说了他对 美国军事介入 海外的东西的 厌户之情 我们看到 保守派的 美国企业研究所 叫做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其实 负责外交和军事政策的 主任 就叫做 Skek 他说 现在 没有人相信 拜登政府 会 打击伊朗的核项目 他曾经在 小布殊 做总统期间 在五角大楼任职 他就说如果拜登敢去打击伊朗的话 可能也有持续的军事后果 拜登对于长期的对其他国家的建设 也都是很厌倦 他在担任参议员的时候 曾经投票反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但是后来没办法 后来他跟奥巴马基做了他副手 现在他自己做总统 但是当时他做副总统的时候 已经强烈地向奥巴马表示 要美军缩减驻军的规模 除去五角大楼 其实很多官员都是反对阿富汗驻军 包括共和党很多人都反对 特朗普都反对了 但是现在因为他是你的政治对手 你才说为什么要离开 你们自己上台也是会这样做的 特朗普反正也签了那条 叫做协议 不过这样说 特朗普一样好的就是撑了个鸡头 不过这样说 虽然他曾经签过 但是现在共和党的人都在赌拜登 其实拜登才赌了个鸡头 其实赌了拜登之后 该发泄的人都发泄了 我觉得拜登也有能力整合 其他西方国家的 我相信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始终都是西方的鸡头 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 对吗 对吗 我们也看到 总统身边聚集的很多资深国家安全助手 都是在帮助他塑造一个 如何推进美国海外利益的观点 好像现在这位现任国务卿布林肯 在他做参议员和副总统的幕僚的时候 布林肯就是以前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的幕僚 他也是支持拜登的想法 另外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也曾经在奥巴马 政府时候担任拜登的顾问 即是好像什么 D700那样 自己有 自己有 这样也正常的 你做事也是找自己有容易一点 这个也可以理解 甚至 五角大楼负责政策的 国防部副部长 卡尔 也曾经在拜登的手下 他们也是支持拜登的做法 其实他们也是拜登主义的塑造者之一 当然了 拜登主义也有人批评 拜登主义其实是由一群自趣相投的官员形成的 对 没错 他们当中大多数 基本上 和拜登的想法是一致 当然了 不然也不会找你一起做领导层 这个团队 也意味着 他们会 令到盟友和对手更加难以利用内部 的分歧去搞笑 因为 拜登的团队 是比较一致的想法 甚至你可以说 整个拜登主义 不是拜登 做出来的 是整个团队的 集体的想法 但是 这也意味着 总统可能 不会在白宫内部的 会议 对他的 想法 是得到 一些正确的反对声音 就是这些叫理性的反对声音 因为你身边的人 和你的想法都一模一样 是吧 这样也是的 没错的 好像中国问题上 纽约时报就觉得 一些反对声音是有必要的 因为 在中国问题上 无论是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挑战 政府 都是试图通过 美国经济复苏 来阻止 或者 纽约时报 反驳 反驳中国的崛起 和 美国的衰落的这种方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拜登首先要压制到新冠大流行 但是 不可以使用 北京 用到的东西 因为 中文字体和 美国不一样 所以 纽约时报都承认 北京 创业 做得好 不过当然 因为他们有权 你说 上个月 布林肯也警告 中国和俄罗斯 你们 公开和私底下都敢说 我们美国正在衰落 所以呢 我们 要给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衰落 这样说 你们如果想去其他地方 独裁 不好意思 我们是不会让你这样做 俄罗斯我不知道 但是中国好像没有 所以 你不用担心 你会看不到的 还有 如果没有一个 内阁的反对者 要说一说 中国问题 现在你这样搞下去 不是那么好 拜登也是继续自信下去的 会不会有 机会拆枪走火呢 然后 中国问题的延伸是什么呢 台湾省的问题 是的 究竟 拜登 对台湾的底线是什么 如果真是武统时候 拜登 是敢 出兵呢 他说会有回应 但不代表是出兵的 回应 回应可以是走的 或者是回应可以不回应 所以 这个拜登主义有点不好 就是他整个 支持拜登主义的管理层 都是同一个避孔出气的 所以他们听不到反对声音 亦 不会反省 或者等到出事的时候才反省 是吧 嗯 所以看到 现在 究竟拜登主义是否可以走下去呢 老实说 我是觉得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说明不再消耗美国的 财力 物力 去介入其他国家的 叫做军事 和建设当中 如果他 力量去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其实 这世界会是很混乱的 嗯 都是说过一句 俄罗斯当然 你说综合国力 现在 是不是世界最高的 那几个呢 我不敢说是 但是他们军事的确强的 那么中国更加不用说了 中国和 美国就是两个超级大国 两个大奔进 打架的时候 我经常说下面那些 人或者小动物 很容易被踩伤 甚至 踩扁 当然没有了 所以拜登主义 刚才我们说过的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和盟友一起去 扩 扩 一些他们觉得 是威权国家的 新兴地方 好像中国 俄罗斯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或者 盟友答应你 会不会造成面和心不和 当然面和心不和 盟友都是 没办法做到什么的 真心地说你角力强 比其他盟友太多了 是吧 我们看到 其实 拜登有样东西就是 支持盟友对抗俄罗斯方面 他比特朗普强一些 在这方面拜登再次 为美国潜在的 实力 是证明了一样东西 因为 美国的军事力量 比起其他欧洲盟友 真的强太多了 所以他就够胆 和欧洲盟友 说 大家是可以 和俄罗斯 有一些对抗的 上星期三 乌克兰总统 扎伦斯基 终于得到 他一直盼望的 叫做 椭圆形办公室的访问 椭圆形办公室当然指 和拜登可以谈一谈 之前他就争取和特朗普见面 但是 特朗普 亦都是 陷入了 弹劾的 议题当中 他们有见面 特朗普 拜登就向 扎伦斯基保证 美国仍然会大力反对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侵犯 但是 阿富汗的 问题 令到 欧盟有点担心 他们也担心美国是否真的可以这么依赖下去呢 你自己想 反正拜登主义 其实 和特朗普主义 有几分相似 相似之处是什么 还是不要再搞其他国家的军事 少点搞 这个就是相似之处 但是不同的地方 亦很明显 就是 拜登会更加 顾及盟友 特朗普当然不管你了 交钱 交保护费 拜托你 北约 拜登看上去 对盟友好一点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